選擇籌碼強勢股 操盤手非你莫屬 大家好 我是籌碼大師李宗欣 休息前兩天 在禮拜五 美國的指數 包括道瓊 包括S&P500 又再創下歷史新高 其實禮拜四的時候 大家還擔心 不是公布 初領失業救濟金的人數 連續兩個禮拜增加嗎 超出市場預期嗎 大家想就業率不是不好 初領失業救濟金的人數增加 失業率不是又再提高了嗎 可是也因為這樣大家想 FED大概就不會升息 果然可能不會升息 利率也下來了 所以利率下來 也帶領了美國股市道瓊 S&P500持續的創下新高 而且這個禮拜是美國的 超級財報週 大家預期 S&P的相關個股 獲利應該會成長25%以上 其實我們這樣說 因為去年的疫情的關係 比較基期實在太低了 去年 美國的經濟成長率是負的 負3點多 創下70幾年來 194幾年來的最低 預估今年 今年可能6.4左右 去年那麼差 今年會變得那麼好 因為去年比較基期太低 所以美國股市長長得有理 今天台北股市 今天台北股市 真的滿戲劇化的 當然因為上禮拜 所謂的飛彈晶片的利空 還持續的困擾著股市 困擾著IC設計的族群 其實在上禮拜四之前 IC設計是排面上 相當亮麗的族群和類股 表現非常的強勢 在上禮拜五出現跌停板之後 今天持續的回檔 今天跌停板加速有18檔 可是指數有沒有大漲 指數今天沒有大漲 只漲了5點 漲停板加速上次加上 快要100檔 有97檔 很離譜 各位看一下大數據 其實上禮拜五大盤是跌72點 大數據還是增加了對不對 因為多頭增加12檔 空頭還少2檔 今天只小漲5點 多頭增加20幾檔 24檔空頭又少了2檔 各位你知道嗎 因為空頭檔數本來就很少 再少下去空頭都快沒了 所以今天的大數據99.2 持續的往上 已經創下這段時間大數據的最高點 連續兩天的黑K 老師大數據怎麼還增加 你就看盤面上 盤面上不是相當多的個股在大漲嗎 所以我記得上禮拜跟各位說 這裡是不是高檔 大家都很擔心是高檔 很希望空到最高點 或者是賣在最高點 可是最高點其實不是你決定的 不是憑你感覺的 那是市場的決定 今天如果大戶擔心這個牌 這裡是高檔 甚至是高點要回檔 大戶我不是說過嗎 我殺碟碟碟碟也在所不息 反正我買的很低 對不對 可是今天大戶當然有獲利了結的股票 例如說IC設計 大戶在跑 可是你看到今天的掌碟碟加速還有97檔 顯然大戶另外找到新的族群和新的類股 例如說塑化鋼鐵航運 在今天滿整齊的往上走 所以資金一直在台北股市的類股之間 或者是族群之間做輪動 你只要掌握到輪動的腳步 輪動的賣動 而且記得好的股票除了切入好的買點之外 你也不要隨便給它跑掉 也不要隨便賣 我記得在上禮拜 禮拜四大事業化有拿這張圖 禮拜五也講過 那我今天再講一遍 加圈指數來到17000 其實是禮拜四的圖 就加圈指數的月限來講 距離86年的高點10256已經漲了7成 可是OTC OTC上禮拜的收盤 距離OTC的歷史高點還差60幾% OTC的歷史高點是348.5點 它只是200多點 所以加圈指數已經超過7成了 OTC還差6成 那你覺得OTC有沒有補漲的空間 這是上禮拜我提到的 我今天再強調一遍 所以中小型的股票 你看到了台積電最近有沒有漲 就沒漲 對不對 全支股不動最好了 龍頭不要動 把指數撐在那裡不要動 壓著 可是中小型股票真的漲翻天 從上禮拜連假之後 2 3 4 5 4個交易日 對不對 每天漲停板都超過70檔 不是嗎 還記得吧 對 70幾檔 70幾檔 90幾檔 80幾檔 今天又90幾檔 快要100檔 每天有這麼多股票在漲停板 你說老師那盤面上 是不是嘻笑了 瘋了嗎 這麼多股票在漲停 那會不會來到短線的高點 其實如果你有這種想法的話 你會經常很希望 短線有漲有高我就賣了 因為很怕他回來 很怕本來賺錢的變成賠錢 所以有小賺趕快賣一賣 因為很怕這裡是高檔 然後萬一本來賺錢賠錢怎麼辦 好啦賺個兩塊先賣了 免得到時候賺兩塊變成賠兩塊 對不對 所以很多股票交易的成交量非常大 這兩天上禮拜五和今天 成交量都超過4000多億 今天4200多億 禮拜五的4300多億 這兩天在成交量來說 也是歷史的前幾大 至少也前十大老 這麼大的量在幹嘛 他在換手 當然有些股票大戶在獲利了結 這無庸置疑的也沒錯 但是出來的資金並沒有離場 他持續的在找好股票來做點火 所以波段行情 其實是要有耐心的 一檔好的股票 按照我們的紀律 你只要沒有出現平倉訊號之前 我們就續報 待會我會跟各位分享 長紅海運我們是怎麼做的 好 所以這些資訊 其實每天晚上大肆又話 都要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幫各位打造了一個 專業操盤手的分享平台 你一定要加入 對各位當然肯定有幫助 左邊是Telegram的QR Code 右邊是LINE8的QR Code 你趕快掃描起來 成為我們的好朋友 每天晚上大肆又話 30年的操盤經驗 無私分享 還有就是六張的 法人重壓的籌碼表格 剛才說到 要跟各位分享長紅海運 長紅海運 其實大概在最低點 最低點的時候 在這裡第二隻腳的時候 當時我是第一時間 在二月初 二月一號那天 我說第二隻腳來囉 在這天跟各位分享 隔天長紅海運就漲停了 從這裡轉折開始 一路到現在 今天長紅海運 既然看到漲停板 在這段期間 長紅海運有沒有利空 有喔 利空可多 我記得我印象也非常深刻 我們的抠訊 在節目裡面 我是在二月一號講的 一路以來 當時我還舉了 非常非常多 長紅和陽明的KD指標 來跟各位分享 今天我就不再贅述了 重點是 在利空的時候 你怎麼去面對 你手上的持股 還有面對你的會員 我們舉例來說吧 這天 這天是卡船 蘇伊士運河 對不對 哪一天 3月23號 因為20號那天 它漲停板 長紅漲停板 長紅海運漲停板 這天卡船 帶亮長黑 這天我們買的 抠訊會員是買來這裡 我說我們沒有買最低 42塊2 我沒有這麼厲害 我沒有買來這裡 我買來這裡 43塊多一點 其實在24號 25號還有跟各位揪 因為25號有下來 25號有下來 拉回來就是要找買點 面對會員 老師這些利空怎麼辦 我會在coaching裡面 提醒我們的家族成員 長紅我們到底該怎麼做 例如說 連假之後 因為連假期間 不是蘇伊士運河公司 不是要跟長紅求償嗎 剛所大四月號也說 拉回來利空打下來 是找買點的 這天 放假回來 4月6號 哎呦 要求償了怎麼辦 是不是低檔 46塊多又上來了 這是4月6號 接下來哪一天 接下來是上禮拜五 上禮拜五 陽明海運因為被分盤交易 變成20分鐘一盤 陽明海運竟然打到跌停 那盤中 盤中長紅海運 也往下殺 跟著亂跌 所以我特別會員 昨天在禮拜五 特別發了一口訊 長紅股價 受到陽明跌停的影響 今天拉回 基本面能 仍非常強勢 趨勢不變 持股續報 那今天呢 今天就來了 長紅上週我提醒 續報對不對 今天盤中工上漲停55塊 我們獲利超過25% 非常恭喜獲利續報 其實再次 我們進場那天就大利空了 就是卡船那天 然後呢 又有蘇伊士運河公司 要求償的事件 再來就是禮拜五 陽明跌停版 老師長紅還有賺 要不要走 會員在問 那我們跟會員怎麼說的 發哭訊跟會員說 今天長紅回黨 是因為陽明跌停 是因為陽明中錯 那基本面沒有改變 看好不變 持股續報 就非常開心 今天長紅55塊 漲停版 這大牛股 你想想看台積電會不會漲20% 我們長紅買了這天 長黑這天 到現在25%了 不要說25%了 如果是20% 20%就好了 台積電20%的話 要漲120塊錢 所以如果把台積電的資金 因為台積電算是最大型的股票 長紅夠不夠大型 也很大 對不對 你台積電的資金 能不能換成長紅 可以 你換幾張都沒問題 台積電600塊 要漲20%要漲到720 要漲120塊 長紅我們漲25% 600塊漲25%要漲多少錢去 漲150塊 不要說20% 25%要150塊 150塊就漲到750了 台積電漲到750 台股票漲到1萬8了 對不對 所以當台積電在壓抑股價的時候 其他的各個族群 不管是中型的小型的大型 連大型的炒紅海運 今天都漲停了 連我們的大牛股 彩晶300億的 我們哪裡買的 哪裡買的 這天買的 3月30號 我在出現攻擊訊號的隔天去買的 因為他去年獲利1塊半 第四季的獲利9毛多了 去年第四季獲利9毛喔 3月30號我們空虛買的 買到這裡 買到這裡 今天連彩晶都漲停了 連彩晶都漲停了 第一時間 我有在節目你們分享吧 我買到這裡 就買到這裡 彩晶獲利幾% 也超過20%了 對不對 特別會員的 彩晶漲停鎖住18塊8毛五 我們已經獲利超過20% 非常恭喜獲利續報 就像我剛剛說的 20%雖然不多 但就大型股來說 20%其實不少 這樣看嘛 剛剛不是說嗎 台積電20% 就要漲120塊了 換成彩晶 那時候台積電600塊 500多塊不到600塊 把600塊的台積電 換成彩晶 現在等於台積電漲到720了 如果換成長榮 等於台積電漲到750 對不對 600塊換掉 換成長榮 或者彩晶 不是嗎 所以重點還是 好股票 你選擇除了好的切入點之外 你的操作上 能不能按照操作的紀律 他如果多頭趨勢 我就不改變我的操作邏輯 就是 讓他一路漲 漲哪裡去 不是我決定 老師漲好多 賺好多了 要不要出 老師有利空 現在還有賺錢 要不要出 這都是投資朋友 經常會發生的問題 看到利空了 手上還有賺錢的股票 先賣掉再說 看到今天大盤中錯了 先賣賺錢的股票 這都是人性 其實我講N變了 當大盤中錯的時候 你應該先賣賠錢的股票 先把弱的股票 賣掉 那時候強的股票 弱的股票 一起跌的時候 把弱的賣掉 反正都跌下來 去買強的股票的拉回 這是我的操作邏輯和理念 所以 你看這幾檔 包括彩晶 包括長榮 包括群創 連群創今天都快漲停了 友達今天都漲停版了 群創 好 今天在節目裡面分享 對不對 到3月30要漲34% 放假回來35% 4月7號43% 今天呢 60幾%了 那台股票換成它的話 不賺爆了嗎 60幾%的群創啊 你要買幾張就有幾張 你可以買1000張 價位都不太會變 對不對 那你把你的大型股 例如說台積電 你喜歡台積電 換到這些股票 一樣啊 股本夠大啊 你也不用擔心 這些公司會不會怎麼樣 我不是買小股本的 不是成價量只有幾百張的 是不是 也給各位看到了績效 連群創都60% 今天連友達都漲停版 友達系統有沒有信號 有啊 只是這裡我沒有帶會員買了 因為我們有群創了 這裡出現信號 友達今天還漲停 這個起上點有沒有看到 對不對 這裡是第一段 紅箭頭賣掉 第二段又來了 這段已經快兩成了 所以真的不要畫地自線 到底 像我跟同學說 同學啊 中興啊 友達漲了那麼多 還要爆嗎 有時候股票漲太多 賺到會怕 有什麼好怕 賠錢才要比較擔心吧 賺錢 我又跟同學說 你賺錢有什麼好擔心的 很怕本來賺20塊 變成賺18塊嘛 那沒差了嘛 賺20塊回來賺18塊走人 其實你還是賺18塊 對不對 你不要預設立場 也許你本來18塊想賣 賺15塊想賣 結果把你賺了30塊 對不對 你本來賺兩成想賣 結果變成賺五成 所以操作上這些股票 我都有在節目裡面分享 而且幾乎天天都分享 你們還在不在 還在嗎 賺太多賣掉了 那不是可惜了嗎 辜負我的好意了嗎 操作上就是一致 我的操作一直都是這樣 當它出現平倉訊號 那我只好平倉 我一定沒有辦法賣到最高點 因為我不是那種 拆高點的方式操作的人 所以我買的價位 可能都是你認為的高點 但是呢 未來還有高點 我就是對的 其實反而也是這麼做的 就是買檯面上 最強勢的族群 當然 許多好朋友會問 老師你有買底部股票 有啊 這個底部股票還真的 不是隨便可以買的 這種底部的股票 一定要伴隨著爆天量 最大量 底部的量 比最高點的量還要大 而且不只大一倍 比如說三天的量 把這三個月的量 全部換光光 大戶真的滿狠的 在底部吃飽貨之後 這其實我都有跟各位揪 對不對 都有揪啊 趕快跟我們一起上車啊 我買了一百七十幾的 出現訊號那天是一六六 來了兩百零七 兩百三十三 兩百五 兩百五十五 這個地方開始精彩了 因為他公告啊 第一劑獲利竟然快賺十塊錢 九點八三 三月份單月賺了三點八五 天啊老師 這獲利太可怕了 對 所以兩百八十一還便宜了 對不對還便宜了 漲停板一個價 四月八號 四月九號又漲停板一個價 三百零九了 今天再漲停板一個價了 一百零四 一百零四%了 從一百六十幾 一六六到三三九點五 我們的會員呢 是買了一七三了 獲利也九十幾%了 各位 來 尊榮會員 身風啊 再度跳空漲停鎖住 三三九點五元 以獲利超過95% 非常恭喜獲利續報 請問一下你有賺過95%了嗎 95%幾乎一倍了 一百萬進去已經變成一百九十五萬了 到現在還在 每天漲停板不曉得怎麼辦 我說有什麼好不曉得怎麼辦 你就放著就好了 我沒有辦法賣到最高點 老師他明天還會不會漲停 我怎麼知道 我不知道 明天會不會開漲停打到跌停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他如果出現平常訊號 我就賣 如果沒有出現平常訊號 續爆 而且他還配息十塊錢 所以基本上 我們完全立於不敗之地 就等他出現平常訊號 我們再出嘛 你怕賺太多嗎 沒關係啊 續爆啊 我不可能出在最高點 但是轉弱點我會處理 我會賣出 那現在當然狂嚇 升風賺快100%了 還在手上 那 上禮拜我在節目裡面提到 有一檔保瑞 我不是說嗎 這個禮拜比賽 今天會員在問 保瑞我們那天買近的 保瑞 今天直接開漲停 我們那天買的 4月9號買的 今天直接開漲停 狂嚇對不對 因為兩根停板了 兩根停板了 金鑽會員 金鑽會員就是買的 就是參賽的股票囉 保瑞跳空漲停鎖住 276.5 非常恭喜獲利序報 重點來了 金鑽會員在問 老師你那天帶我們去買 你比賽怎麼沒有比這次 我待會稍微會解釋一下 我下階段會解釋一下 老師你不是比賽 帶我們買了嗎 比賽怎麼沒比的 今天賺錢賞停 上個禮拜的中陽光也是 帶我們買就比賽不能 你沒有拿來比 如果拿來比的話 你可能變冠軍了 為什麼沒有比 我待會會跟各位分享 一些比賽的規則 那這些股票 其實我都有在節目裡面分享 那如果你沒有時間 準時在2點收看我們節目話 來很簡單的方法 來這個 記得訂閱我們籌碼大師的官方頻道 最新的市場資訊 讓各位戰無不勝 左邊是YouTube的QR Code 記得按讚訂閱點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 我們先進廣告 下階段回來 你要娶我嗎 哪怕你根本不知道我是誰 可是我就能 常常看見你了吧 你覺得什麼樣的女人做皇后 她長成什麼樣子我並不在乎 是美是醜也不重要 她就是大臣為國選的皇后 我是皇帝 就只能接受這個合適的皇后 我現在不想去對著這位 十全十美的皇后 週一至週五八至十點 四四琵琶瑞喉糖 护城壁隆重登場 每天年三夕 看要怎麼辦 還好有天地合部 Advanced 燕黃素飲 兩倍濃縮燕黃素 胡椒鹼吸收有感 玻尿酸精量舒適 先喝再開機 天地合部Advanced 燕黃素飲 追劇前記得喝喔 用成國際頭顧問人 名之誠心 專業 客戶至少 領先掌握市場先機 陣容堅強的知名分析師 一流的研究團隊 專業紮實的研究分析 為會員創造一流的績效 成就市場一流的口碑 永存國際頭顧 擁有完善之骨 頂進應軟體設備 提出公司準確性及時效性 用心對待每一位會員 建議獨到的投資建議 我們是領域永遠的依靠 我們是領域投資的不二選擇 永存國際頭顧 用誠信專業創造績效 一通電話財富翻倍 一通電話希望無限 永存國際頭顧 入位專線 02-2563-9777 02-2563-9777 提升型腦頭不痛 白花油 被聞扯啞一口 不怕腫 啦啦啦啦 玩影白花油 擔心碰撞 光補鈣不夠 小孩像可愛炸彈 想爆又怕衝撞 必須要雙效挺力 骨骼與肌肉缺一不可 挺力有兩倍鈣 一定抵兩定 維持骨骼健康 第三 第三 維持肌肉正常勝利 挺力蓋 因為你咱們一直叫做什麼呀 我咱們一直叫做一開始 要慢動 小丸子 週一至週五 下午五點至六點 櫻桃小丸子 這個狀態勢力會較佳 第一 受到了威脅 逼迫自己要求生 掌聲師 那時候會被填滿那個 熬洞 什麼叫熬洞 你的搭檔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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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有點全民新攻略 掌握市場先機 總是給您獨到的投資建議 每週一到週五下午2點 籌碼大師領中心 股市看中市 帶您掌握市場趨勢 歡迎再回到籌碼大師 上個階段跟各位分享 其實今天和上禮拜五 都是量大在做換手 當然有些股票 漲多了大戶有在做獲利的動作 因為畢竟實在是漲太多了 尤其是IC設計的 但是大戶一樣找到非常多的股票 來點火 今天我們系統 就出現三十幾檔啟動 然後全市場 上市加上櫃 有97檔 將近100檔漲停 所以這行情真的很好 只是你怎麼選股 然後選到好多股票 要記得 要抱他一個波段 不是長到很害怕 有什麼好怕的 賺錢怕什麼 賠錢才要當心 賺錢就給我報勞 報到他轉弱為止 我們的金傳會員 今天有些會員在問 老師 你上禮拜五帶我們去買了保瑞 為什麼沒有參賽呢 今天直接開漲停 不是虧了嗎 來請這邊看一下 那天保瑞掌停板鎖住的張數 1891張 他總成交量1817張 所以鎖住的張數比總成交量大 這是比賽的規則 就是如果掌停板鎖的張數 比當天成交量大的話 這張股票就不能選 當時我也跟他反映 可是我們會有買到 當然他也說得沒錯 因為你不能選 別人也不能選 所以至少他有公平的規定 就是掌停板鎖住的張數 如果超過成交量 這檔股票是不能選的 所以保瑞沒選 但是保瑞不錯 今天直接開漲停對不對 會員照賺 雖然沒比賽 只是可惜了 中央光也是 4月1號 對不對 當時買進 你看 漲停板鎖了1萬張 成交量只有4000張 所以中央光也不能選 中央光 中央光 上禮拜不四天漲了4根嗎 漲了4根 也不能選 當然他說得沒錯 中央光不能選 別人也不能選 只是 沒差 我們會員有買 會員賺爆了對不對 上禮拜我們買了保瑞 今天直接開漲停 所以 遊戲和 應該說比賽 有比賽的規則 我們就尊重 比賽賽會的規定 那在上禮拜跟各位分享的這支 底部爆大量的股票 日線和週線都爆大量了 我相信各位營業也知道 比賽股 永鑫就是他 因為日線在禮拜四爆大量 所以我們禮拜五進去買的 今天直接開漲停 週線來看 真的 上禮拜跟各位講 蓋的就是他 就是他 就是永鑫 就是4726 就是金鑽會員買的 跳功掌停鎖 兩根停板 掌停鎖住49塊 非常恭喜獲利出道 所以很簡單 跟上我們的腳步 自當股票 月線打底的 還在等各位 你的選擇很簡單 就兩個 跟上籌碼大師的腳步 好朋友 拿起電話 立即撥打支付專線 成為支付贏家 我們明天見 本公司與分析師 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不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審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本公司與分析師 本公司與分析師